今天和大家一起继续看《路德记》 因为《路德记》我继续讲的题目 上帝究竟在哪里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要问的事情 拿你的圣经出来好吗 《路德记》今天我们看第三章 有谁看过第三章的了 知道大概的场景 大生一个看过就大件事了 这间教会 看过了 因为事实上很长 是一个故事 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由头到尾 再读 这样就会花了很多时间 不过来到第三章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听我讲《路德记》的时候 你一会听我讲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咦 做什么圣经呢 说完这些东西 因为好像觉得 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整个第三章可以分成了三段 第一段 你可以看到这个做奶奶 拿鹅米的说话 你认识它 你听过它 你就会对着这个奶奶 就会说 哇 这样的奶奶都可以的 我们中间没有的 我们中间的奶奶都是很好的 不过真的出了很大问题 第二段就是第六节开始 《路德记》按着辣鹅米的吩咐 去见波瓦斯 他跟波瓦斯这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记得在什么时间? 日光日白的时候 所以其实基本上 不会有什么令人有遐想的时间 在这段圣经里面 就告诉我们 是半夜三间 半夜三间 所以你很小心 看这些说话 就是说你真的要留意 否则的话 你和我都会有误会 他在做什么 所以你很容易和我们有误会 所以很小心 看他每一句对白 每一句说话 究竟他在表达什么事情 第三段 在第十四节开始 又是两婆式的对话 我们今天先开始看第一段 就是这个做奶奶的 讲的说话 第一节请你读出来 第一节 一二三 听说话 听姐妹 这句说话 说的是当时的收割季节 就要过了 这个做婆婆的 当时她就开始要想 过了收割 她们没有自己的田地 她们要想生活 但婆婆这句说话 喂 我不是应该为你找个安身之所 使你享福 我问一个问题 第一节请你觉得 这个做婆婆的 她是真心关心路德 还是还是她在计算 她自己的东西 我这样问 是因为如果你记得 第一章 第二章里面讲的 辣鹅米 你如果之前两次都在的话 你发觉她对生命 有很多埋怨 这个人不喜欢 那个人不喜欢 是吗 你又发觉 她刚刚回到巴黎行的时候 她对路德的存在 有没有感觉 根本完全不觉得 这个人 可能你拖衰迦 你回来 我真的当她不在 第二章 路德一个人落田 落田的时候 有没有提过她 喂危险啊 那里有很多男人 可能会对你非礼你 甚至会 有没有提 没有提过的 好了 没有提过 接着就发觉 咦 接着知道 这个婆婆 知道这个做媳妇的 落到去见到谁 波阿斯 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事 她吃饱了 如果你上次听过我说 这个做媳妇 开始做什么 开始有些不同了 开始跟这个做媳妇的 有些对话 有些活跃起来 咦 这个奶奶呢 心里有些东西 去到那里 咦 有些不同了 提到波阿斯就说 这个是我们的亲属来的 整件事不同了 如果你看到第三章 我们今天看的第三段 十三节 一起看一下 十三节 OK 我明明已经很小心去运作 第二段十三 OK OK 好 你发觉我一直这么说 我怎么问一些这么重要的问题呢 你发觉这个婆婆呢 真是满肚物圈的 你看一下第十八节先 对不对 sorry 我看错了 十八节 这个婆婆就说了 女儿啊 你只管安静 安坐 等候 看这事 怎样成就 因为那人 今天不办成 这事 必不休息 这个奶奶呢 当老德回去 老德又跟她说 这个波阿斯对我很好 她要处理我的事 接着这个奶奶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对白 是怎样说的 嘿嘿嘿嘿 你坐着 等一下 这件事情 她不做到 就是说波阿斯 波阿斯 她现在 没有觉好睡 嘿嘿嘿 我形容得 好像一个巫婆这样 不过你听到 这个奶奶 其实满肚物圈 她很多计算 你看看南俄米的说话,第二至四节,请你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三章二至四,预备一、二、三。 抹高,换上衣服,下到墙上。 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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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如何? 我读完这段,这个婆婆是什么样,这样都可以的,对不对? 我们看看这个婆婆 她说她好像一开口就说 我帮你打算 我帮你找个安身之所 使你享福 所以如果我说她 慰露德 好像不是很像 圣经 很特别 圣经它要如实将人 那种的表达 很清清楚楚记出来 我想告诉你 写圣经的作者 她不是要刻意 要将辣鹅米的人性 在你面前 显露出来 哇 这个辣鹅米 这个是坏奶奶 我只是觉得 当我看完圣经 当我自己思考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圣经的作者 或者上帝容许这个圣经的作者 她是将一个真实的人 展露 在你和我的面前 如果你记得 人就是这样的了 没有人完全好 没有人也是完全恶的 圣经里面记载 所有的人 其实都不是人版 你不要想像我们有时候 雷锋 周夏峰我们有一个 但是 如果你有看这些 哇 她从头到尾 人生 所有东西都很完美 我们一边看圣经 一边看一边看的时候 我就发觉 每一个人 圣经写下来的 神不是刻意地 要将他的 骚髒的东西 要揭露出来 不过他就是这样 如实 记录一个人 的有血 有肉 帝兄姐妹 我很想 当我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 帝兄姐妹 你看你自己 你看你自己的 弟兄姐妹 看你的家人 甚至看你的牧者 看整件事 你会不会有些时间 其实我们都是 有这种 就是求神给我们 有一种 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是一个人来的 有时候我们只是 单向地看着一个人 如果我们有时候 从小到大 都是用一种 单向的方式来看一个人 那个人好 我们就觉得他好 那个人坏 他就觉得我们坏 你就发觉 有些时间 我们总会出现 一是两种情况 一 我们要有双重标准 如果那个人是我的偶像 但我觉得我放不下他 我就要努力 他有些特别的东西 所以他才要这样 有些双重标准会出现 有些时间 如果我们继续用这些方式 我们就很容易对人 有很多很多失望 如果我们这样看人 或者我们今天这样说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烂鹅米 你和我就不会看到 那个真实的烂鹅米 是一个什么人 会转头看 那你记不记得烂鹅米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烂鹅米有没有抑屈的时候 那种 你看看在路上拖着个行李 一声都不出 发脾气 上帝你都不理我 所以我为自己 起一个最毒的命 他会不会满肚物圈 很多计算 有啊 烂鹅米 我想告诉你 他是一个寡妇 他的老 他的媳妇 一个魔颜人 你猜他真的是不是要 又反过来 有些人说 烂鹅米不是一个好人的时候 你猜他又有没有 真的要关心这个做媳妇的呢 反过来又想一想 等姐妹想一想 其实 又真的要想的 因为生活放在他面前 你记不记得 他们 没有自己的田地 所以 他们要出去外面 靠其他人收拾东西 有些人就说 他一收拾了几个礼拜吃粮了 一天而已 一收拾了 两个礼拜 没有一个月那么多 你收拾可能会 就收拾了两个礼拜 那就可以了 每天都去收拾 每天都去收拾 行不行 等姐妹 你回来 你和我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你都知道 喂 长贫 难顾 做奶奶的 你不能够 真的去想 喂 日往后怎么样 两个 真的你望一下 我望 去收拾 收拾到几时 似乎这个不可能 所以 当你说 奶奶很老谋心酸的时候 你说 这么坏 是巫婆来的 叫自己的媳妇 做些这样的事 我想起 在创世的时候 有个故事 神说 什么树的果子 是不可以吃 分别是恶树的果子 是不可以吃 不过 我们的始终就吃了 我有时候真的问 究竟 为什么 分别善恶 不可以吃 我们有时候 都真的很想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 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神说 分别善恶树 我们不能够吃 我们要吃什么 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很早已经觉得 分别善恶树 是因为 我们很有限的眼睛 当我们用很有限的眼睛 在我们分别谁是对谁是错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 我们自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神提醒我们 我们如果要成为神的乙女 我们要吃那个是 生命树的果子 让人得到滋润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 我们回到这段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看一个人 只是用一种 谁对谁错的 那个感觉的话 一 你就觉得 蓝鸥米是黄曼眉 你想黄曼眉 懂 你就知道了 恶婆婆 一是 你就觉得 哇 这个婆婆其实挺好 她都是 日子艰难 所以才要这么做 我想告诉你 两个都错 蓝鸥米既不是天使 她也不是恶婆婆 她跟你 这个我真的不懂 有机会 有机会 与你谈 OK 蓝鸥米是一个人 请你同旁来说 蓝鸥米是一个人 蓝鸥米一样 我10月1号 送完一个年轻人回家之后 转转折 我在调警令 要回家 一落车 因为那天 我的地铁 不是我的地铁 坐地铁 就在调警令 一到 就说不行了 停了 所以我就在调警令 开始走回家 我真的不懂 是将军澳 一个商场做的城市 我在商场 一出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连哪个出口 我也不知道 然后去一个地方 有巴士 巴士已经没了 我见到一个人 我就问 我想去宝林 你可不可以告诉你 你怎么去 这个男人 很年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怎么去 然后说一句 下一句就说 不如我和你一起走过去 我都很开心 有个人可以聊天 也好 走了大概一两条街之后 他就说 不行了 我很肚饿 我做个麦当劳才行 我真的觉得很饿 一定要吃东西 我整天都没吃过东西 我说好好 你去吃东西 你告诉我 你怎么去就行了 然后他就想好好 拿个手机出来 你手机给我教你 下一条路 他就说 这条路 这条路 不会碰到警察的了 那 弟兄姊妹 我当时候 心里面的感受是 我好欣赏我们有做香港人 其实我们有一份很大的可爱 就是碰不碰到警察 不是我最大的关心 但是他关不关心我 是我自己觉得我很感动 陌生人而已 路上 我比他大很多 他可以告诉我 他可以不理我任何东西 所以我很想 我们看一个人 你可以看得很全面 你不要单面地看 那我不是就是恶魔 那我不是就是天使 那我不是就是你和我 同一样 上个礼拜天 我和我们一个弟兄做警察的吃饭 下午 我突然间约到他 点凌钟 一下来 眼睛真的全部都很累 因为又有两个新的小朋友 大围 好累 好累 所以我想 你和我都要想一件事情 走得很远 看一件事情 我们就很喜欢用那种方式 定了他性 跟着我的心就好过很多 但我当我走近这个人 看多他两眼 主就提醒我 眼前这个呢 是人来的 眼前这个是神所重视尊重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 很想今天第一段 看这个南鹅米的时候 和你一起发现的东西 上帝在哪里呢 上帝在你和我中间 上帝在你和我中间 为什么呢 我们是按照哪个形象做的 我只能够和我信主的弟兄姐妹说 你和我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 这个第一 这个第一 很想跟你说 第二段 来了 高潮所在 暖解呢 会很容易出事 请你和隔壁说 我要小心读这段书 好 六至第十三节 OK 我们一起读好吗 第六节 预备一二三 好 我只能够和你一起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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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瓦斯吃喝完了 心情畅快 就去躺我在密堆旁边 路德照照走来 牽累他的脚 躺我在那里 到了半夜 那人惊醒 翻过身来 看啊 可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旁 2020年 evolve nn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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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法定人數不足 我住在城市 有時候我們很難明白這段聖經 因為 這裏在說修割 又在說 好像 維波阿斯不知做甚麼會在田裏過夜 修割的日子就是這樣 因為修割 農作物就是你一定要在短時間裏 去收了下來 否則過了時間 其實你是沒辦法 那些東西會變壞的 所以這是第一 我們裏面一定要很知道 當些東西要變壞的時候 所以他們全部人 一定要在短時間裏面做 我記得我在東北去探訪的時候 東北是香川教會 香川教會 以前我不認識的 我去探訪他們,我喜歡去哪個月份 我告訴他們,我11月來 最初他們還願意招呼一下我 11月,你來吧,我們招呼你 去到就沒有人理我 只有同工在陪陪你 那些會友呢,會友都不去落田 11月呢,其實是修割的日子 沒有人有空的 這裏一樣 其實大家都很忙 波阿斯呢 他都一樣是這麼忙的 所以你要看呢 聖經說呢 波阿斯吃喝完了 心情暢快就躺我在蜜堆旁邊 這個不是說波阿斯剛剛開完派對 沒有地方睡覺 然後就隨便找個地方睡著了就算 不是的,他是很忙很忙的日子 忙了一整天 一個豐收的日子 他在那裏半夜睡著了 然後怎樣呢? 然後睡到一個程度呢 就是有人拉起那張皮 他都不覺的 所以你想一下真的 真是很累的 那個的上半夜 你要想像 當時盧德 聽到婆婆的吩咐 走去找波阿斯 你覺得盧德的心情如何 啊,婆婆叫我做那些事 又叫我做得漂亮的 一個大日子叫你 接著去到拉起皮 躺在他的腳下 你猜 你猜 他看到 波阿斯就躺在一隻豬 這樣 啊 啊 這樣 你猜他在他的腳下 他 他怎樣呢? 他又躺了嗎? 很臭 不是 你真的 想起 跟一般人有點不同 我想他心裏很坦剔的 因為我又想起 如果我是他 我又想起婆婆的吩咐 是嗎? 婆婆叫我什麼? 不要讓那個人認得你 其實他在說什麼? 喂 是嗎? 然後呢? 不要讓他知道你是誰 喏 有事發生了 哈哈 哈哈 就迷而成催咯 到時 其實 都合法的 不過不要給大家那麼多空間 做事 所以 可以的了 所以 路德 聽到 他又聽到婆婆的吩咐 你認識路德 嘛 你如果有機會 你回去看 路德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這句 是硬漢子來的 你記不記得他第一章的時候 跟婆婆說什麼 喂 他不是那些 就是 哎呀婆婆 不要打我了 我跟著你 不是的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有性格的 等姐妹 你看一看旁邊 告訴我 路德很有性格的 真的 面對著一個 這樣的情況 上半夜 這個上半夜 婆婆之命 我想同一時間 他又覺得自己 不想做一個 無緣無辜 不想做一個 不好的女人 是吧 面對一個 訓導成一隻豬 那樣的男人 我想他心裏 心如綠狀 你會想想 波克斯起床的時候 他有什麼反應 振開他 壞男人 是吧 還是怎樣 真的不像我 所以 怎麼辦呢 波克斯會怎麼對他呢 我怎麼回答 波克斯呢 你以為他鬧 你會想想 怎麼回答他呢 有啊 一定有很多事情 所以等 真的不是容易的事 半夜醒來 聖經說什麼 這個男人 一醒 見到一個女人 躺在自己的腳旁邊 他做什麼 這個人又很特別的 我想真是一個正直的人 第一時間問什麼 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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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男人 都是壞男人 來的 一有一個女人 還會問誰 是吧 不會的 怎知道他遇上的 那個人是誰 波克斯 波克斯 竟然會問 你是誰 還會問問題 即是一醒了 就馬上醒 會問問題 你問Samson 半夜叫醒他 他會問問題 他不懂 大部分男人 不懂問問題 都不敢問問題 既然這個不同 但是路德怎麼回答呢 路德回答什麼 是不是回答什麼 我是你的婢女 路德 這個答案 跟農米叫他回答的 有沒有不同 農米根本沒有叫他回答的 但是路德做什麼 我是你的婢女 我是路德 然後還說什麼 我求你 用你的依襟 借蓋我 這是什麼意思 路德說我是路德 什麼意思 其實我在這裡說 路德很有性格 路德不想自己人生 固然 可以波克斯 你一定要娶我的 所以 聽奶奶的說話就可以了 路德很有性格 他不想自己嫁一個 沒有感情的人 或者應該這樣說 路德不想自己嫁一個人 不知道那個人 對自己有沒有感情 還是因為有規矩 你娶了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所以他開道說 我是你的婢女 我是路德 然後 接下來 他再說 求你用你的依襟 遮蓋我 遮蓋我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說話 其實直接翻譯出來 就是 我要你娶我 很有趣 他知道 他很想知道 波克斯 你是不是真的肯娶我 你是不是肯的 是不是說了 只會說 為什麼 第二章 你記得波克斯第一時間 第一次看見路德的時候 他講什麼 我讀給你聽 這個男人 說話 挺厲害 自從你丈夫死了之後 凡你 凡你向婆婆所做的 和你離開父母 你的出生地 到不相識的百姓之中 其他人都告訴我 願耶穫華照你所行的 報償你 你來投靠耶穫華 以色列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他的報償 厲害嗎 這個說話 路德在問波克斯 你那天說的 這麼厲害的說話 又說什麼報償我 又說耶穫華遮蓋我 又是依靠我 可以成為你的依靠 喂 你說得這麼偉大 你的上帝這麼偉大 不如 你做上帝的翅膀呢 你不要只有一個講字來 其實路德 在挑戰波克斯 你娶我 你說得這麼厲害 等於知道 有時候我們也是 我們有時候說很多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做呢 路德說 我是你的侍女 請你用你的衣服的邊 來遮蓋我 是因為你是我 下一句說話 我是什麼 是因為你是我 屬業的自身 是屬我產業的自身 這個說話 路德說了兩個理由 第一 你娶我 第二個 他就說 因為 有個原因 因為你是什麼 你是我自身 你是我屬業的自身 什麼意思呢 弟兄姊妹 這個要小心去看 因為 這個規矩 其實路德在講 在猶太人裏面有個規矩 在《利密記》 第25章 25至26節裏面這樣說的 25節裏面這樣說 你的弟兄 若漸漸貧窮 賣了他 一些產業 他的自身 就要來 把弟兄所賣的 贖匯 按著猶太人的規矩 就是萬一 在家族裏面 我做我們兄弟來的 我呢 窮了 我賣了我的產業 但是 猶太人 所有的產業 不可以隨便賣給別人 是屬於你的 所以 當你賣了給別人的時候 一段時間之後 你可以賣回來 你沒有錢了 譬如我賣了 那麼 William 他可以 William和我是兄弟來的 他就可以出錢 來買我那些田產 那些產業 那個意思是這樣的 好了 如果你明白了這個時候 你就會明白一件事 就是 一個人窮到地步 自身可以幫他 熟什麼 熟田地 但是 有沒有說可以熟他的妻子 其實是沒有的 換句話說 這個外國人 這個摩押的女子 她當時說 喂 波羅斯 波羅斯 你娶我 因為我什麼 因為你是我什麼 熟業的自身 其實 路德 他是 解錯了神的說話 他不 就是說這句說話 是沒有合法地位 他只能夠說 波羅斯 你幫我去熟回 我老公的田地 波羅斯要不要做 他要做 因為這個是律法的要求 但是 當路德說 喂 你娶我 那麼 喂 多了 就是 路德他看多了 其實這個 不是 聖經裡面的要求 所以其實 波羅斯當時可以說什麼 波羅斯說 唉 路德 你其實看錯了聖經了 聖經不是這麼說的 律法書是說 我可以熟 熟回你的田地 OK的 你的人 不要啦 拜拜 你回來了 我遲點幫你搞好一些手續 簽好一些文件 交給你 波羅斯一定知道這些規矩 你不要想他是一個糊塗糊塗的人 不過 波羅斯怎麼回答 第十節 一起讀好嗎 十一節 十一節 波羅斯 預備 一二三 波羅斯 你覺得波羅斯的回答是什麼 波羅斯的回答 波羅斯 其實是很開心的 如果你有上一次聽我說的 那篇《港道》 你就知道 波羅斯其實已經對 路德有一種很大的 真的喜歡這個女孩 不過始終有很多身份上的距離 所以波羅斯在這個時候 他眼前這個女孩 除去他的民族 除去他的身份外表 他怎麼看路德 他說他是什麼人 賢慧的女子 所以 其實波羅斯真的對這個女子 對路德有意思的 所以不是他不會這樣說這番說話的 他可以這樣說 喂錯了 我幫你買些地 而且 你要知道 波羅斯之後那句說話 有一點點酸酸的 其實他說 你後來的忠誠比之前近尾 因為無論貧富的年輕人 你都沒有跟從 在說什麼 年輕的那些男生你沒有跟從 其實有些酸酸的說什麼 波羅斯你以為他是不是年紀輕 其實波羅斯已經年紀不輕了 可能已經過了五十 我知道那些感受 所以他在說什麼 他說 喂 年輕的那些你沒有選上 你選了我 其實裡面有一種 哇 我這麼大一把年紀 波羅斯可能已經脫掉頭髮 對著這個賢慧的女子 哇 真是好 我整天只顧著做事 都沒有時間娶老婆 突然間有 所以他很開心的 覺得 哇 有機會了 不過我想在這裡停一停 弟兄姐妹 我一直寫這篇講章的時候 我心裏面有一點點說話 題外話 弟兄姐妹一段美好的 婚姻是否這樣開始 挺好的 一個誤會開始的 你娶我 其實我也不用娶你 但是因為這樣 波羅斯的心 就覺得 哎呀 原來這個女人 對我這麼有意義的 就是這樣 等姐妹一段好的婚姻 開始了 不過我想 波羅斯的說話 哎 你不看我的外表了 你不看我的年紀了 你看到我裡面的賢慧 波羅斯也看到老德的賢慧 等姐妹我很想說 特別是我寫了一段聖經的時候 我寫了一段講章的時候 我想提一下 在中間 結婚的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一 我要提醒你 你的婚姻 你真的要很花力來建立的 可能開始 是因為你看到對方很漂亮 男人也是這樣選擇老婆的 我也是這樣選擇老婆的 我老婆也是這樣選擇我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我老婆可以繼續這樣選擇我 但是 我也是這樣選擇我老婆 不過不能夠傳到永遠 接下來是甚麼 細水長流的建立 細水長流的 負相負次 我為何特別要這樣提 是因為弟兄姐妹 這些很亂的時勢 其實都在挑戰著你的婚姻 你們的婚姻 可能過去 只不過有時候 我求著祝福 你的婚姻 不單止是為了 你的下一代存在 能夠陪你傳到最後一天的 是你身邊的人 最近那次對他很好的 為了他好處做一些事情 建立這段關係的時候 是甚麼時候呢 你不要說 最近很亂了 搞定家裡的事情就算了 不要 告訴你 亂的日子 有一天都會平靜下來的 到時候那些不好的事情 兩個人 那些不好好建立給自己的感情 那些事情就會露出來 越亂 你越不要忘記對方 越看到對方的需要 我更加祝福你們 我希望 有時候可能一家家庭裏面 都有兩種式 三種式 我求神祝福你們 不要讓這些事情 讓你們分開 我想有時候選 你知道第一天 你選老公、老婆 有甚麼原因 我選劉家寶 因為劉家寶很理智 唉 劉家寶選我 是因為我裏面有一種很大的情 你知不知道他都在 唉 所以吸引你那個 你覺得他現在和你完全不同 是因為上帝把你們放在一起 是因為你看到各種彼此 可以互補 不要把這個神給你的互補 變成互相的惡代 好嗎? 我好盼望 我不知道到何時 我們有所謂的正常日子 我不知道 但是不要去到那裡 你發覺你原來輸了個家 這是我最 最不想見到 講完題外話 波瓦斯在這段聖經 告訴我 他很清醒的 我真的覺得 你想一想 波瓦斯真的很淒涼 這個人 他知道路德和他事外 你娶我 然後又說 好好好 你說甚麼都好 不過他接著 在第十二節裏便說 現在我的確是一個可以屬你產業的至親 不過呢 他在說甚麼 十二節 有個人被我中親 你是波瓦斯說了這句話 你覺得如何 哎呀 早知道不說了 是吧 因為又喜歡他 不如就 他又在了 是吧 可以 煮成熟飯便算了 是吧 反正這些都會是 但是他竟然還是繼續 知道這段神的心意 是吧 所以他說 你今晚在這兒住宿 明祖如果他 願意盡自身的本份 就由他了 他不肯 就好了 是吧 我指著永生的事 我起誓 我一定會為你盡上自身的本份 你只管躺到早上 波瓦斯很清醒 心情如何 我又不知道 因為他 那個人如果你想一下 他那刻說 他第一時間就會後悔 他就說 萬一那天 那個自身就說 哎 要熟產業 你取買它 接著那個自身說什麼 好啊 是吧 好啊 那波瓦斯就 好啊 那我幫你 我帶你去那裡 其實可以是這樣的 那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江頭的幾十歲的 就是沒有了 人生 所以他對著路德說 他說 你只管躺下 安靜 你知不知道 上半場就是路德睡不著 下半場是誰睡不著 波瓦斯睡不著 怎麼辦 萬一那個人說好 我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到他睡不著 上帝在哪裡 等姐妹上帝在哪裡 這一章呢 第三章的聖經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的盆算 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第一 你看到 老南俄迷 老人家有他自己的經驗 對吧 動機 我們儘管這樣說 也有些不良的 她是誰 既為自己 也為這個媳婦 因為的確 眼前的困境 所以你說 這一章裡面見到的是 這樣都可以 再看路德 路德很有性格 我不是跟他说 哎呀女儿 今晚三米煮成熟饭先 路德说什么 不行 不可以 为什么 做女人 很想知道自己的男人 怎么看自己 所以底门 你知道为什么他经常问你 你喜不喜欢我 如果他真的已经不再问你 你都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 第三波瓦斯还有趣 有趣的是什么 这个正直的人 有神的说话 他也有计划 他有方向 应该说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不过他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规矩 很多事情在他身上 很多人的眼光 他叫什么 言事来的 所以他很乱 我看过当我做这段圣经的时候 有一段拉比 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时的路德和波瓦斯中间 有个天使守护住 而且是拿着把刀来守护住的两个人 你明白什么意思 你明白 你就明白了 你不明白 我就不帮你明白了 他好听着想 雕塑 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事 不知道说什么 爸爸 你稍微解释给他 不过我想告诉你 我告诉你 上帝在哪里 上帝的工作 我告诉你 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路德有没有做错 做了一些错误的想法 有 我意思是他对宿产业的东西 有些错误的认识 所以他走去大大声和他说 喂 你娶我 其实是这个错误的 这个错误的 不过这个错误的 把他里面的一些想法 表露了出来 也造就了一段婚姻 我想告诉你 神做事 不是一条直线来的 神拯救整个世人 路德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不过他不是用一条直线来做事 你甚至乎可能说 弟兄姊妹 你看回这个曼上 这个曼上是一个混乱的曼上 有没有婆婆 说完这些建议 对不对 没有眼看的 如果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哇 那你都说得出 接着 路德又去 哇 你更加没有眼看 万一 这样怎么办 对不对 接着如果你认识 波瓦斯利的朋友 对不对 哇 有个女人在你身边 喂 波瓦斯利是言士 没有眼看的 你可以随时都是 不过 你知道吗 有时候当我们觉得 你没有眼看 不要紧 你的上帝不会没有眼看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有些时间 我们以为上帝只能够在简简单单的东西里面 可以做 複杂的事情 他做不到 但是我告诉你 上帝是一个複杂的上帝 他绝对不是 好像你跟我这么说 那么简单 那么直接就做 複杂到有些事 你和我都不明白 但是上帝在这里 所以有些时间 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要讨过 主下我求你介入 在某些事情 弟兄姐妹 你不需要这么求 有些时间 你不敢求 上帝就不介入吗 上帝就不在吗 所以我有时觉得 当我在这里看 弟兄姐妹 你的神 比现在这个複杂的处境更大 而且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和我不明白 但是你和我都要知道 有些重要的原则 你和我守住 弟兄姐妹 那我米的说话很特别的 我们来到结尾了 那我米的说话再读一次给你听 婆婆说 女儿啊 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事怎样成就 因为那日 今日不办成这事 别不休息 粉姐妹 你和我现在都是一个 很难的日子 不过我给此提醒 我们真的要等的 上帝做事 绝对不会好像 你和我的期望那样 如果是的 你和我就是上帝 神的作为往往都要等 而且根本没有按住你和我的时间表去做事 上帝也都超越了你和我 可能会做错过的错事 甚至乎有时我们的心 不太顺 但神仍然都在其中做事 我相信神会在我们中间完成祂的心愿 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已经说了 我们不是在想着 只是回去正常的生活 是因为我们的城市都不正常 上个礼拜我很开心 你老公Luis车我 他告诉我 日出康城 两百万一个车位 一个车位 两百万一个车位 我们的城市其实真的有很多问题 你明白我说吗 有时候我们都等候住 主要你帮我们的城市 回去原由应该那种尊重的生命里面 应该有那种安居乐业里面 真真正正的那种安居乐业 好吗 我很想在这个时候 跟你一起详细的思觉 好吗 好不好呢 我今天和你分享了一段圣经 我们都定一定 好吗 有些什么今天这段圣经提醒你呢 对南岳米的看法 又或者我们的性格 性情 甚至乎是 好像路德那样 很有性格 很有自己的一套 又或者我们好像摩亚斯一样 很多思虑反扰 你知会呢 今天这一段圣经 提醒了你什么 我知到这个世界呢 有两个真理 第一 这个世界 有位上帝 第二 是 我 我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好吗 我 我还在唱吗 我还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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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唱